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美往西头公车路线 20日在和美实验学校举行首航典礼 自21日起在和美正宫所站发车 每日往返一班次 将原本三小时的路程缩短至100分钟 省却献民舟车劳顿之苦 那今天是和美转车前往西头的首航的班车 我们今天举行首航的典礼 将来从明天开始每天都有班车 往返彰化室然后再去西头 那我们在这里也呼吁 彰化县65岁以上的长子 持有长青幸福卡长青国民旅游卡 可以免费来搭乘和美彰化路港跟园林 直接往西头的专车 这样比方便 对对对 现在我们要不要来报名报名就有这种车 当然这是祝福八世 这是很好的福利 这是大家发明的 对吧 县府提高搭车补助从一年3600元 提高到一万两千元 凡县内65岁以上长者 持有长青国民旅游卡者 可以免费搭乘和美彰化路港园林 直接往西头的专车 搭公车四处爬爬灶 到西头爬山运动 延缓老化失能失智 让彰化县的长者能够远离独居 活得健康 活得长寿 活得快乐 公益频道张华允和美采访报导